來來來來 好重點喔 果然可以得獎 超強 好位右邊 欸春紫身是有在拉開手 欸 流起來了 啊 那陳陳哥 啊 乃哥 乃哥乃哥 乃哥 不會不會不會 你答應我的就要做到嘛 真球公座的地方 真球公座 然後金鐘入圍幾次 啊 戲劇三次然後節目 我忘了節目幾次 但戲劇的話也是 插接額過好幾次三次 所以你人生第一座是金鐘 第一座金鐘 對有點傻眼 你完全沒有準備嗎 不準備因為 一開始知道入圍我是很淡定的 是恭喜他 然後他說我的感覺呢就沒感覺 因為沒有想到會有這個 這個得獎的想法 完全不會 然後所以剛剛 憲哥一說surprise 可是我以為他還在開玩笑 因為憲哥有發訊息跟我說 我會等 我說不可能 他說那如果你不拿我拿了 因為他就跟我這樣講 所以他才說surprise 所以我上台就跟他說你真準 對所以我就覺得 都是一個空白 然後我聽過很多得獎過的人 他們說過空白的感覺 我一直無法體會 可是在今天空白的感覺 好嗨喔 剛剛是連武克群都在問說 為什麼 武克群 對 他說為什麼沒有威廉 武克群問沒有威廉 然後威廉叫區 對 為什麼叫區 不是我的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 同時六個人出現在這個 屏幕裡面嗎 我們是兩個兩個兩個 就跟上一次前年是我跟小鬼入圍 他也是陪我 幫我走帶走 那其他也沒有入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 教區不教區 因為我以前也有過 就是瓜哥他們節目入圍 我們是助理主持 我也沒有在裡面 所以應該要 一定是 你懂我意思嗎 那不是教區的問題 那 他比較晚加入 那一定會拿跟我搭檔的人 他們審過 覺得是最有把握的 最有這個機會 才去做這個 參 參賽 參賽 報名 對 可是 因為你就是工作比較忙 都在中國 我上次說了 我們上次講了 我一年我也主持 兩百多 多少 一百多幾 一百多幾 兩百多幾 然後少威廉多久 哈哈哈 威廉差不多 對啊 其實我是差不多的 可是怎麼大家都覺得 你好像就是很忙 不常在就是主持這個節目 沒有 其實我常常主持 好常 我只要一回來 有時間就給 一直給 我裡面不休息 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 我可以回來休息 轉口氣 就直接就去了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